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友六尺七寸的大前锋波格丹诺维奇 也收获26分 爵士队在课场以99比93拿下开门红 第二场赛事始于30分期举行 由西区第二种子曼菲斯灰熊队 接战名列西区第七种子明尼苏达灰狼队 双方四次战成平手 两次相互领先 灰狼队绝对领先45分钟13秒 现年20岁 身高六尺四寸的得分后卫爱德华兹 Anthony Edwards在场40分钟16秒 全场得到36分 他的战友身高六尺11寸的中锋堂司 Carl Anthony Towns Jr.也收获29分 灰狼队也是在田的西鹤长 以130比117拿下系列赛首胜 第三场赛事始于晚间六十起开赛 由东区第四种子费成七六人队 会战名列东区第五种子加拿大多伦多暴龙队 双方三次相互领先 七六人对决队领先45分钟44秒 现年21岁 身高六尺两寸的得分后卫马克西 Tiris Maxi 上场38分钟26秒 全场得到38分 他的战友身高六尺八寸的大前锋哈瑞斯 Tobias John Harris 也收获26分 七六人对于是在主场以131比111拿下季后首胜 16日第四场赛事始于晚间八十三十分起开赛 由西区第三种子金州勇士队 对抗名列西区第六种子的丹佛金快队 双方六次平手 九次相互领先 勇士队绝对领先32分钟31秒 勇士队现年22岁 身高六尺四寸的得分后 魏普尔 Jordan Anthony Poole上场30分钟6秒 全场得到30分 他的战友身高六尺六寸的得分后卫汤普森 Klay Alexander Thompson 也收获19分 勇士队也是在主场以123比107传出捷报 17日第一场赛事是由东区第一种子迈阿密热火队 迎战第八种子的亚特兰大老鹰队 双方三次平手一次相互领先 热火队绝对领先43分钟16秒 中场以115比91轻取对手 第二场午后的赛事是由东区第二种子波士顿塞尔蒂克队 接战第七种子的布鲁克林篮网队 双方12次平手20次相互领先 塞尔蒂克队绝对领先30分钟12秒 地主队的小前锋布朗Jalen Marcellus Brown 陷于中场前38.9秒 将比数追成113比114 他的队友泰托姆 Jason Christopher Tatum 在压哨两分球逆转 以115比114弃走对方 第三场赛事是由东区第三种子 密尔瓦基公路队 对战第六种子的芝加哥公牛队 双方两次平手四次相互领先 公路队绝对领先42分钟45秒 字母哥拿下16个篮板球和得到27分 中场以93比86胜出 第四场赛事是游戏区第一种子 凤凰城太阳队 初战第八种子的纽奥梁体虎队 太阳队一路没有悬念 绝对领先47分钟47秒 组织后卫保罗 Christopher Emmanuel Paul 在第四节攻下19分 中场以110比90告捷 彭广阳2022年4月18日